这些是为半成品贴纸 床上摆了一台Switch 还有满满正在制作的游戏卡 AMIBO半成品 这些都是盗版 那些都赢得赢了 为什么要非防针标 那个东西就是人家的商标 前阵子很夯的 正天堂游戏动物森友会 成了仿冒目标 连产品封面贴纸 都是上网抓图载贴上去 弄得就像正版品 实际上从里到外都是山寨版 清拳清好清满 全部都被警方插扣 政务桌上满满的AMIBO卡 都是知名的游戏周边 有动物森友会 超级玛丽欧萨尔达传说 零零总总加起来 总共两万一千多件 警方在新北汉桃园 逮捕两名嫌犯 货源都是从大陆来 在网路贩售 不过真假AMIBO差在哪 所以他一次可以做多少卡片 像是超级玛丽欧萨尔达传说 正版的AMIBO卡只做公载款 一只售价五六百块 盗版却做成此卡 一张只卖三四十块 另外动物森友会 正版品会有包装袋 内含三张纸卡 随机出卡不能挑角色道具 售价一百五到一百六十块 盗版做成了塑胶瓷卡 可以挑选角色 一张买三四十块 用低价吸引消费者买盗版 正版的印刷就是相当的精致 工容上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抓住有些玩家贪小便宜 想要收集全套的心态 甚至在网路大胆贩售 侵权市值超过三百万 马上被警方盯上 TB 顺江俊 罗欣 台中报道 全新选择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